那贝多芬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她的一头总是乱招到的发型下面 一张苦大仇深的脸 还是她的命运交响曲 欢乐颂 月光曲 又或是至爱丽丝 这样的伟大作品 不管是她的伟大作品 还是她身禅自尖的形象 如果说到古典音乐史上 最伟大的代表作曲家 那贝多芬一定是绕不开的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贝多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江湖地位 谈到古典音乐家 我们还是要先从时代背景开始说起 毕竟生不逢时 对音乐家来说 确实是非常无奈和悲催的事情 那贝多芬之所以伟大 很大程度要得益于她那个时代 与贝多芬常常被一同提起 还有莫扎特 这两个应该算是古典音乐时期 最杰出的两位代表人物 那贝多芬只比莫扎特 晚出生大概十几年 严格来说 都不算是两代人 但是两个人的命运却非常的不同 简单来说 就是莫扎特的命运是非常悲催不幸的 但是贝多芬却是非常幸运的 他们都出生在18世纪 那大致对应于中国清朝的乾农年间 那这时的西方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欧洲各国著名的君主纷纷的亮相 那像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那另一方面的启蒙运动 正在风起云涌的进行 那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自由 平等崇尚知识和理性啊 这些概念 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的 那此外啊 瓦特改良了蒸汽机 工业革命呢 在英国爆发 美国的诞生 法国大革命爆发 等等等等 重大的历史事件 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 那作为音乐家 莫扎特和贝多芬也难以在这个剧烈的变化和时代独善其身 那在此之前呢 欧洲音乐家谋生啊 主要依靠两种力量 那首先呢 是宗教力量 那一个人啊 从出生成年结婚到死亡 宗教伴随着人们的方方面面 在周末啊 或一些重要的节日 人们呢 就会聚集在教堂里参加活动 这些场合呢 都需要用到音乐 所以啊 这个教会就招募一帮乐师 负责创作 排练演出工作 那大门鼎鼎的巴赫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但是啊 到了17世纪开始 教会的势力呢 逐渐的就衰弱下去了 贵族呢 成为赞助音乐家的新势力 一些比较富有的贵族 会在家中啊 养一只二三十人的小型的乐队 用于个人的消遣和举办宴会 那巴赫后来呢 就改为为贵族服务 另外呢 被称为交响乐之父的海盾 也是长期在给贵族老爷打工 到海盾的晚年呢 贵族也衰落落 特别是欧洲不断的爆发的革命 贵族呢 都自顾不暇 哪有行夫妇养乐队呀 那好在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崛起 这就是市民阶级 那普通的民众啊 对音乐的需求 逐渐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那莫扎特就诞生在这个时候 莫扎特的父亲啊 是一名宫廷的乐师 在父亲的培养下呢 天赋过人的莫扎特 在17岁的时候就为萨尔兹堡的宫廷音乐家服务了 不过年轻的莫扎特 希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于是啊 他就辞职前往了维也纳发展 那他最知名的交响曲 协奏曲 歌剧等等大型的作品 大多都是在维也纳 十年期间创作的 那莫扎特因此也获得了许多名声与财富 但不幸的是最终啊 他却在经济拮据的状况下过世 那莫扎特当初离开熟悉的萨尔兹堡前往维也纳 也就是因为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 所以呢尝试寻找新的出路 我们今天听到的莫扎特的音乐呢 总会感受到这个典雅呀 高贵呀 或者动听这些特征 正是因为他一直在给贵族服务 因此呢 他必须要迎合贵族的喜好 这也直接影响了莫扎特对音乐的判断标准 试想一下 如果莫扎特听到贝多芬气势灰红的这个第九交响曲 他应该不会喜欢 那乐队规模太大 过于吵闹 旋律复杂 并不能做到朗朗上口 音乐强弱变化呢 又十分的突兀 不得把贵族太太们都给吓坏了 那莫扎特广受贵族的欢迎 一方面呢 是因为他的音乐天赋 另一方面啊 也是因为他掌握了一套担任宫廷乐师的生存策略 作为一名宫廷乐师 需要有很高的音乐素养 不仅呢你要学会作曲 能指挥 还得擅长演奏 但是啊 要想混得好 演奏技术高超 仍然不够 还需要在演出的时候呢 给贵族冷布丁 展示一招神来之笔 这种神来之笔啊 在音乐里面 有一个专有名词 就叫做华彩 莫扎特就特别擅长 写这种高水平的华彩段路 提到这里啊 你的脑海里 可能已经浮现出 一两句特别洗脑的动听旋律了 但是呢 这样做有一个隐藏的风险 假设啊 莫扎特要创作一部钢琴协作曲 也就是需要钢琴和管弦乐队 配合的那种大型的作品 那莫扎特把乐谱写好 要先请过去啊 这个超谱院先撰写多份 交给乐队的各位演奏者 提前准备排练 那在这个过程中啊 万一这些华彩段路 被抄了 被剽窃了 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们先科普一下 什么是华彩乐队啊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音乐家炫技显摆的一个环节 那在协奏曲演奏完以后 乐队啊就会暂停演奏 独奏家呢 开始个人的solo 敬献自己才华亨艺 武功高深的个人魅力 对于那个时代 凡事都喜欢看个热闹 看个刺激的王公贵族来说啊 如果提前公布了这个环节 那未来演出的精彩时刻就泡汤了 所以啊 莫扎特想到了一个办法 最出彩的部分呢 就不写进谱子里 到演出的时候啊 莫扎特负责钢琴部分的弹奏 他再出其不利的展示出来 这一招呢 屡事不闯 非常的有效 贵族们啊 每一次观看莫扎特的演出 都会期待下一秒的惊喜 但这啊 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种留一手的办法 在宫廷音乐圈是好用的职场技巧 当面对庞大的市场 莫扎特就不能用自己的音乐 当做标准化产品 广泛的发售了 并且呢 别人看到的乐谱 是没有华材段落的 质量呢 和信力也就大胆的折扣 这正是莫扎特 就是在音乐家的思维造成的障碍 那莫扎特晚年生活啊 非常的拮据 这并不只是因为他挥霍或者懒惰 这种市场是需要专业能力的 就像经典的艺人 都有经纪人团队在背后 服务和包装的 而莫扎特的父亲呢 从小把他当成未来的宫廷乐视培养 理财和营销莫扎特啊 就是一概都不懂 或者呢 也不屑意去做 父亲在世的时候 可以担任他的经纪人 当父亲去世后 再没有人会全心全意 为他策划这一切了 所以呢 莫扎特最后几年 过得非常的痛苦 不仅是因为拮据和疾病 或许啊也因为面对这个巨变时代 而无从事从 从这一点说啊 莫扎特确实是非常不幸的 那贝多芬啊也有音乐天赋 但他呢绝不是莫扎特那样的天才 作为家里的长子啊 他早早就承担起养家户口的重任 年纪轻轻呢 就离开家乡多恩 前往维也纳打拼 维也纳消费水平啊 本来就高 再加上了当时战争的影响 物价就水涨船高 贝多芬啊 应该如何维持自己的生活呢 贝多芬想到的办法是售买 乐谱出版物 当时的欧洲呢 普通的家庭啊 有了闲钱就会买一台钢琴 这就催生了一个 利润很大的新产业 乐谱硬刷业 那贝多芬在维也纳啊 凭借出色的钢琴演奏 已经小有名气了 他就根据出版商的要求啊 写出一些好听 好弹的钢琴曲 放在市场上卖 一下子啊就赚了800弗洛林 相当于他在维也纳一年的开销 那但是呢 有出版就会有盗版 超谱员啊 在超乐谱的时候 会多抄几份 转手就卖给别的出版商 那贝多芬是不是可以学下莫扎特 把一些精彩的段目 不写进乐谱呢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作品的质量下降 就卖不到好价钱了 贝多芬啊 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由于盗版作品的批量 翻译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呢 他要求自己的乐谱 在不同地区上市的时间 要保持统一 不给随后涌来的盗版作品 有可乘之机 同时呢 贝多芬还在努力的拓展市场 除了欧洲大陆 贝多芬啊 还和英国的出版商合作 接了很多的活儿 比如呢 按照甲方的要求 改编这个威尔士啊 苏格兰 还有爱尔兰的民歌 这又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那我们今天谈到贝多芬啊 更多谈的是他的音乐 其实呢 他最重要的贡献 是做了一个伟大的城市 定义了一个新的职业 这就是现代概念上的职业作曲家 贝多芬通过自己的实践啊 告诉大家 作曲家生活在那个年代 可以依靠市场和大众吃饭 不必再在这些贵族啊 或者教会面前 被公屈膝了 要知道以前啊 这个作曲家的地位 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厨子啊 或者是这些仆人的地位 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贝多芬啊 有一位学生叫车尔尼 那贝多芬啊 是顶尖的作曲家 作为他的学生 一定也会留下一两部 令人叹为观者的作品吧 但这位车尔尼啊不一样 他并没有留下什么有名的大作 而是留下了 许许多多的钢琴练习曲教材 直到今天 每一位学习钢琴的琴童 都有大量练习车尔尼的作品 那显然 车尔尼啊 也成为了一位 靠音乐创作这门手艺 养活自己的人 另外呢 车尔尼还是伟大的音乐教育家 培养出了非常多的学生 钢琴大师李斯特啊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那现在的 我们把作曲家这个职业的出现 归功于贝多芬 不过呢 当时被迫讨生活的音乐家 应该远远不止贝多芬一个人 为什么贝多芬能成为 现代职业作曲家第一人呢 那现代职业啊 有一个基本的特征 就是分工明确 而后人之所以把贝多芬 当作职业作曲家第一人呢 就是因为 他把作曲家和演奏家 做了切歌 据理说呢 就是贝多芬选择 专心去干作曲这一件事 贝多芬可是一位 非常出色的钢琴家 他刚到维也纳那几年呢 就是靠开音乐会 弹钢琴赚钱的 他怎么会舍得 放下这种技能 直写曲子呢 那在贝多芬初出茅庐的时候 他最建成的是钢琴演奏 那他在维也纳 获得名声的一大方法呢 就是斗琴 也就是两位音乐家 现场炫技 比拼谁的技术更好 比如说我们 看到了非常有名的电影啊 海上钢琴师 有一段著名的段落 就是斗琴的名场面 但糟糕的是啊 30出头的贝多芬 发现自己啊 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 听力障碍 他尝试了很多的治疗手段 但是收效甚微之后呢 贝多芬终于认清了现实 他必须要重新考虑 自己的生计 随着听力的恶化 钢琴演奏的工作 是没有法继续了 他似乎啊 只剩一条路可以走 这就是作曲 贝多芬耳聋 是困扰他一生最大的麻烦 但从音乐史的角度看呢 他意外的使音乐家 从全能型走向了专精型 演奏工作和作曲工作啊 慢慢变为彼此独立的职业 这似乎啊 有点反常 既然贝多芬开创了 作曲家这道职业 他应该非常善于迎合市场 但贝多芬的音乐 好像并不那么朗朗上口 那我们再看看莫扎特 他虽然呢 是为贵族老爷服务的 但是呢 他写的旋律啊 总是那么好听 比如啊 小朋友都会唱的 这个小星星 还有这个 土耳其金星曲啊 小夜曲啊 那前几年特别流行的 SHE组合点唱的 这个《不想长大》 更是直接使用的 这个莫扎特 第40号交响曲中的 一段旋律 那换句话说啊 贝多芬的音乐 对于普通人来说呢 还是太高深了 那贝多芬如何能以 职业作曲家的身份来谋生呢 我们就从贝多芬最难懂 同时呢 也是成就最高的音乐类型 交响曲 举例说明一下 那贝多芬啊 被誉为交响曲之王 甚至呢 乐坛有交响不过久的传言 也就是说 贝多芬之后的 顶尖音乐家的交响曲数量 都不超过九部 那比如德沃夏克 还有威廉姆斯 都只写了九部交响曲 那舒伯特的第十部交响曲 写了一个开头啊 他也就去世了 马勒动了动脑心 把自己的第九部交响曲呢 改名为大帝之歌 就是想要避开这个魔咒 结果啊 他写到第十部交响曲的时候啊 写到一半也去世了 贝多芬是如何在交响曲创作上 把后世音乐家避入绝境的呢 简单来说啊 就是贝多芬把交响曲 这种音乐形式 差不多发挥到了极致 比如全曲啊 就分为快版 慢版 快版 三个段落 后来呢 有作曲家就发现啊 乐曲结尾呢 应该烘透到高潮 这样才有结束的感觉 于是啊 在这个快版慢版快版后 又加了第四乐章 几版Presto 那在这个过程中啊 交响曲一步步的成型 写入难度也就越来越高了 那交响曲发展的贝多芬时期 也是这样 他认为呢 交响曲啊 应该有主题 有一个贯穿全曲的思想 使用什么样的乐器啊 演奏速度和力度呢 都是为这个主题思想服务的 那就拿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来说 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英雄来说的话 他就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通过音乐啊 体现自己的思想 顺便说一下 给音乐作曲写标题 其实很具有产品思维的一个做法 那一千个人读莎士比啊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文学作品都是这样 那就更别说依托听觉感受的音乐作品了 但加上一个标题啊 就能对大家理解 有一个方向上的引导 换句话说 就是听众啊听一个大作品 不会再听得一头雾水 当你再听到那些极不和谐的段落啊 感受到的就不应该是噪音 而是英雄在战斗 那为什么这本作品叫英雄呢 这位交响曲啊 是贝多芬打算献给拿破仑的 那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啊 被送上断头台 王权统治虽然结束了 但法国呢陷入了另一种混乱 直到拿破仑出现才得以改变 那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 在当时的欧洲呢 是自由共和的象征 身在维也纳的贝多芬啊 非常崇拜这种强者 所以啊写下了这部作品 但后来呢 拿破仑称帝 让贝多芬非常的失望 他愤怒的把这个交响曲的第一啊 提词就改写为 献给一位伟大的英雄 后人呢就把这部作品 简称为英雄 对此呢 他特别的在乐队中 增加了很多新的乐器 以前长笛是音域最高的管乐器 那贝多芬就增加了音域更高的短笛 在低音方面呢 贝多芬增加了低音大管和长号 而且啊为了表达一些情绪 比如呢 愤怒抗争 只有鞋和音响效果啊 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呢 贝多芬就在作品中 使用了大量的不和谐音 那有时候啊 节奏的束缚也可以摆脱 你会看到贝多芬的曲谱上啊 有时竟然没有小节线 贝多芬的伟大之处啊 在于他没有完全被市场需求束缚 特别是在后期 随着贝多芬名声如日中天 他逐渐摆脱了取悦观众的创作手法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 听贝多芬早期中期晚期的作品 感觉是三种迥然不同的风格的原因 贝多芬应该是在晚期随心所欲 把自己音乐才华自由发挥到极致的敌人 那贝多芬之后的音乐家会更关注一些别的音乐形式 比如舒伯特写艺术歌曲 罗西尼瓦格纳写歌剧 他和妮妮呢 钻研小提琴技巧方面的炫技作品 那肖邦里斯特啊 探索钢琴的演奏炫技技巧 他们都取得了成功 不过呢 这些音乐家能够在各自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 他们要感谢贝多芬在音乐写作上的探索创新 更要感谢贝多芬开创了现代职业作曲家 这个独立而且具有创造力的行业 如果你还喜欢哪些音乐上的话题 欢迎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